15年前的1998年是个多世之秋 这年中国长江流域爆发特大洪水 过亿人受灾 这年美国总统克林顿因莱温斯基性丑闻案遭到弹劾 这年法国首夺世界杯足球赛冠军 这年环珠格格上映 风靡全球华人圈 打破所有中国电视剧收视记录 这年中国日后呼风唤雨的门户网站纷纷亮相 上网成为中国网民新鲜而又时髦的高消费活动 这年印尼发生黑色五月暴动排华事件 数万印尼华人受到有组织的杀害与虐待 伴随这些大事的发生 也有那么一件小事 1998年4月1日 一个爱耍贫的主持人 与一个跑题跑不停的节目 登场开播了 枪枪三人行周一到周五 你们好 我是豆温涛 来认识一下我们本周的两位嘉宾 李春和张坚平 李春是专栏作家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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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瞧啊 哎我我都是跟什么事放放在一块的 今天我特意穿上了15年前做第一次的时候 什么叫做第一次的第一次的第一次做的时候 第一次做的时候穿的就是这个制服 不是吧 你这个好多了吧 比15年前那个 那当然15年前是200块钱的 今天是2000块钱的 我这才搞清楚这节目为什么不靠谱 4月1号开播的 哎 我愚人节嘛 你这个节目不是 我记得当初说是个比较认真的一个时事节目 原来是有这个想法 对原来的标题英文的标题 是一个英文标题是什么 什么就是在你后面的头条新闻 对在头条后面是一个认真的新闻谈话节目 但是因为我主持了 所以所以就是我跟你讲 今天我们做这个节目 我先得声明啊 我是这个寿命啊 我是被命令自己纪念自己 其实这不合我的脾气 你想我多低调啊 我我哪喜欢 就会自己悼念自己 对对对 徐老师看出我今天这事的用意 你看文道 这领导上倒是真的给了 就说做这个节目 这个棚啊 我们换了棚了 比平常大一倍啊 但观众看不出来 对 而观众能看得出来 你看领导上为我们这次活动啊 还专门用了我们平常的背景 专门用了平常的背景 就换了两块 电脑上画了这两块15周年 知道吗 听说就光这两个 但他看得出来 来文斯基躲在后面 这两块板子听说就花了 不知是十几万还是十几块 就是十几块 所以还让导演给我做片头 你知道吗 但是我跟这个导演特别强调了 我说呀 这个你们平常老做那种吹牛的那个宣传片 我说你就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做一个谦卑的 对吧 我们就是非常低调的 一个平时的一个一个片头吗 所以你看看下边这个片头 你就能看出我的这个为人 你知道吗 你给导演看一下 这得有几个伪大 这王主席都才 他也是按我说的去做了 我跟他们讲 我说我们谦虚不是一种美德 谦虚是事实真相 我说跟宇宙的创生和毁灭相比 强强三人行 算不了一个大事件 最多就是个中等的事 你算 刚才是开玩笑 因为我觉得没什么可以吹的 所以我就定名为一笑了之 现在才正式开始这个片头 我呀 就让他们说呀 咱就是给大家周末一个乐 你们能不能从这差不多四千期节目里啊 找点什么好玩的 我发现真有意思 就说这个明星并不是我们节目的这个主要内容 明明星是咱们节目的一点花絮 可是很有意思 你看啊 有些个历史年代 是用历史事件来定位时间的 你比如说你一说辛亥革命 那就是1911年到1912年 对吧 一说1949年 就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吧 但是在今天啊 我觉得这个明云年代啊 是不是明星的脸呢 就是咱们时代的年轮 我跟你说 要讲明星访问 今天的那些个综艺节目 比我们美轮美奂的太多了 可是啊 年纪大的节目 它有个好处 我握有啊 这些个明星15年以前的样子 你们肯定觉得很有意思 打头的一位 我要选选择一个啊 就是这个没有年轮的年轮 就是他这15年 我觉得就跟没过一样 那就是刘德华 瞅瞅 今天是我们这个周末明星三人行 首期节目 所以要请到你这位天王级的巨星来捧场 先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给观众 大家好 我是刘德华 然后很高兴能够在这边跟大家聊天 希望今天可以聊到一些事情 大家很想听到的 哇 李嘉欣今天对观众 也是很体贴 特别用头发编织了一顶帽子戴在头上 对 是一个真假的头发的混合 有真有假的 对 有个帽子 黄色的部分像草 对不起 黄色的部分是真的头发 大家好大家好 现在不止三些观众朋友们一起行吧 我们 不过你给大家打招呼 我觉得是不是真面目也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眼睛是很通透 看很清楚的 看得很清楚 对你看看 你那么像我这么清楚 我更加清楚 对 现在也给歌迷造成一些杀伤力 要是什么时候我们需要演一个女游击队长 你行吗 我觉得可以啊 完全可以啊 他自己觉得能力够了 但是你的外星觉得是局限的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怎么说呢 你看我现在是这个样子 那我也许这样又是另外一个样子 我觉得还是那样 那我自己觉得 我自己觉得可以 我真的觉得可以 这样可以 对 把枪举起来 这里就你跟徐敬蕾两个人是青少年长大 其他人真没什么变 真没什么变 而且徐敬蕾原来15年前跟现在真不一样 就你们两个人成长了 我觉得刘德华 其他人都叫住言有数是吗 他们就是明星 你们那个时候就不是明星 渐渐成为明星 他不只是明星 而且是这两个人 我觉得看起来有点害啊 有点可怕 你不觉得看到刘德华 是 我觉得是有点可怕 黎明也是有点变化的 我觉得这是自暴其丑 你知道吗 我怎么看当年的自己 就觉得看得冒汗呢 对 一定是这样 我就是在想啊 就是做这种节目 实在没什么好处 因为你等于要被迫 看一下自己十几年的变化 你这么一被迫下 你会觉得很难受的 你别说别的 就平常我们这个节目 我15年来啊 14年 我参加也做14年嘛 14年来 我基本上没怎么在电视看过 平常我在酒店 一开电视 要是正好碰上这个节目 我立马就转台 我最怕在电视上 看到自己的样子 你就是害怕面对自己 但是 他是没什么变化的 但是跟 有没有 有没有变化 待会再说 但是现在再请你们看看 几个明星 看他们有变化 有变化没有 再看看 像干导演的 平常在外边也免不了接触一些其他的异性 啊 那么这徐帆呢 可能多少就有点意见 嗯 那你怎么跟他说呢 嗯 我跟他说呢 他好比一锅排骨 啊 炖着呢 这是大菜 你放心 最终肯定得吃你这道大菜 当然为了使这火候有足够的时间 微微好了 嗯 我在饿的时候呢 嗯 也得吃点这个方便面 就是这些道理 他经常听完了之后 觉得两个字就是说狗屁 说上你这个做发型怎么辛苦啊 就想装扯抹胶啊 嗯 扯我这没用 我这才半寸 太短了你这个 我们是同一家公司的 所以我真的是希望 这公司里面所有的艺人都非常的优秀 那 那我属于他师姐 他属于我师弟 他比较宛入门 是不是你们这个烟台话 发音有点 你觉不觉得他咬着牙说话呢 我觉得你有点 这个好像跟不是跟烟台有关 是个人的习惯吧 因为我不愿使劲 我觉得够使劲的 你看你比如说这大尾巴 他就怎么 但我是恨他了 其实大家都觉得协提风 衣服好像是一个潮流的指标 是不是呢 呃 我自己啊 我自己不觉得 嗯 那其实我真的是 随着那天起床了以后的心情 去去随便穿什么就穿什么 你这话呀气死人 就感觉某些人他这个早上一起床 随便穿件衣服就成了潮流指标 不是不是不是 肯定要退化一部分才有进 有进必然有退 那比方说我们说直立起来用腿走路了 我们失去两个有力的胳膊 对不对 过去在树上悠着 呼呼呼来回跑 对不对 你现在就不行了吧 在厕所里都碰见人找你签名 那是没安排好 大家本来说好了 他在那把风 说没人现在赶紧跑 你冲出去 好 我正在那上 裤子也脱了 正在那上的时候 突然看见一小孩 他妈妈领着进来 你别别 你不够起个迷糊了 人家进来看你的时候 多难看 我说你快走吧 我说你快走 我的脸都没地方放了 还明星的 什么都不是 我跟你说 他有一阵 我印象有个很深的 就是这个蒋文利 你看 他就是那个时候 就是说女明星来 搭一个帅哥 所以你刚才看到 还有佟大伟什么的 有一次给蒋文利 就搭了一个年轻的男模 这年轻男模 从头到尾 一句话都没说 不 只说了一句话 就是因为我觉得 他老不说话 他就靠帅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 我就跟蒋文利说 我说你挺漂亮 蒋文利说我不漂亮 然后我就问这男的 我说你觉得他漂亮吗 就跟他一直在低头玩手 然后就这时候说了一句 一抬头 以他这算数算可以了 就全集 就不用说话 来一个句就全部打败了 不过你刚才播的这些 其实不是强强三人行 那是明星三人行 是强强三人行的 这个附属 有一段时间 就是在周末 我曾经也帮他客串过一次 朱英 没错 我们朱英一起 有一段 跟一性感美女做过一回 一直记到15年了 对啊 就是我在学校里 跟学生讲 我们做国家大事 他们从来不问 但是那个朱英那次 他们就看到了 就一直在问这个问题 是不是真的那么漂亮啊 等等等等 一笑了之 广告之后见 刚刚上任的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 非常热爱足球和电影 为了念神学 他放弃他的初恋情人 何亮亮 为你揭开梵蒂冈国家元首 全球12亿天主教徒领袖的 神秘面纱 一个月内 打捞起上万头死猪 浪占上海市 食用水来源四成的黄土浆 变成猪浆的原因 到底何在 五凉春 时事恋亮点 星期一晚上 凤凰卫视中安台 奶制品五花八门 奶米粉到底是奶粉 还是米粉 香港时事限制奶粉出境 一名内地妇人 携带奶米粉出关 却被执法人员扣罚 后来证实只是误会一场 香港话里知 星期日下午五点三十分 凤凰卫视资讯台 一千个外国人眼中 有一千个中国 她从空间显得明显 她从空间显得明显 一滴产 说明显 那是你 不过你 打开美善 了解中国的门 对话各路 中国通 茅台葡萄酒 世界看中国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我这个头上明镜高悬 风月片 人家说这个英雄莫问出处 我也不是英雄 所以我可以说说 我得承认 我不得不承认 我是靠讲黄段子发家的 这个一个节目最早 怎么一下子那么多人知道 其实所谓黄段子 在我们早期节目里 是很少的一部分 但是呢 他却迎来了最大的知名度 所以为什么他们讲 我是2000年 就是说两年以后就参与 但是我不记得 我参与了以后 我不记得你又讲过什么 什么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 你就是第一年讲的 对对对 从你来了 从你从徐老师一来 我们就 格调就高了 格调就高了 不是你讲 因为张坚廷他们高手 不不不他也爱讲 也可以 都讲 也可以这么说 都是他们俩把我带坏 不是 就是 就是说 这个 我给你们先看一段 要不要 很多人很好奇 说你当年 都说你讲黄段子 说外号天下第一黄 说到底是讲的是什么 所以他们竟然 也找到了这个15年以前 你可以看看 是给王菲讲黄段子 来看看 我听说呀 有一台这个生物课 教授和学生 有这么一段对话 讲生物学 然后这个教授 就问这个学生 说你来讲一讲 遗传因素 和这个环境因素 有什么分别 什么分别 这个学生就回答了 这个生的孩子 像爸爸 那就是遗传 这个教授说 不错 环境呢 这个生的孩子 如果像邻居 那就是环境 像邻居 要邻居的吗 不是妈妈 我不明白 说是一个百货公司的 这个女售货员 这么一个小姐 她职业用语嘛 平常老在脑子里转 然后有一次 跟男朋友出文 就意乱情迷 一不留神 把职业用语说出来 来一接文 您还要点别的什么吗 我怎么想到这儿来 还有什么笑话 喜欢听笑话 我老在你这节目里看到 听到笑话 你有没有笑话说 我不会说笑话 我说的笑话都不笑 你来 王菲跟咱们关系深了 是吧 不就见过一次吗 我就见过一次吗 见过一次 成了腹朽传奇 就那一次吗 什么状态 所以今天还是一个机会 咱们可以这个澄清 也帮人非解澄清 要不然把我搞成什么人了 就曾经 斗为二号 对 香港有一个周刊 把我跟王菲拍作封面 看上去 我也是神色惊恐的表情 在他身边 问题是这个大字的标题 显然斗为第二 斗为第二 因为打听到我姓斗 其实你们俩说说怎么回事 那一回 我记得还是世界杯期间 记不记得 是世界杯 刚踢完还什么 然后是王菲是 好像是透过你 说我们三个 大概见面一块聊聊天 咱们仨跟王菲吃个饭 一块吃个饭聊天 然后后来我找了个地方 我们四个一块聊 然后不晓得怎么一出来 到了这个地面上 对 然后拍了照 是他跟王菲 旁边一个半个膀子 就是 还有半个膀子 他还没做商台台长 他要是做商台台长 那就没你了 那就是他的绯闻了 那我应该算是 他姓斗 第一回跟着菲姐遭遇绯闻 而且这个传得非常远 到后来 我们台里都很有名 到后来有一个新疆的观众 给我一个来信 我收到一个新疆的观众来信 打开之后就一句话 说姓斗的 你不应该对你跟王菲的女儿 负一个父亲的责任吗 他比较偏远的地方 他就八卦 信息不灵通 这有点精确 什么时候 他女儿都有 他吃一顿饭 姓姓豆 他的狗混了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说 当时 我第一次领略狗仔队 我也是 真敢混血 说是什么 对边写 说是什么 王菲什么主动 约我吃饭 什么什么的 我一看 咱第一次碰见这事 我就跟王菲打电话 我说 那个可不是我说的 他们自己这么写 你瞧人非姐 说 嗨 你还把那个当回事 所以你知道 在我日后 这个受到狗仔队宠爱的时候 我眼前浮现的 就是非姐的光辉形象 临京沧海南为水 对 以后就不怕了 靠着非姐的光芒 领着咱们从一个绯闻 走向另一个绯闻 其实那个时候 我回想 那个时候中国的谈话节目 的确没有像这么个讲法的 对吧 没有说 不要说黄段子了 你光连讲性都很少 但是它是社会的反应 这个黄段子是餐桌上是最流行的 当然我应该检讨 可是这个说回来 后来呢 所以说这个人呢 你说过什么话呀 早晚都是要有报应的 有一次这个在一个场合 前两年 就是有一个年轻人 大概三十来岁 就向我走来 拉着我的手 就说这个非常感谢我 然后呢 他说的话 我觉得特别羞愧 他说 我就是看着你的节目长大的 然后他说 我一小的时候 你就说 你二十二岁 才开始你的第一次 你感到非常后悔 是吧 他说就是我听了你的 他十六岁就 也没有 他说我我 我十八岁 能开始 我自己就开始了 而且呢 自己就开始 就是 自己开始 不是 我当时说的意思就是 咱们那个时候 这个性压抑 性禁忌啊 有机会 自己都不懂得开始 你知道吗 这个孩子就是说呀 他说后来 我听了你说的呢 我十八岁 有机会开始 我就开始了 然后呢 还不是自己开始 我也照你教的 这个做足了 这个保安的 安全的这个 避孕的措施 他说一直到今天 我都享受着 美好的性生活 所以他说 我 你知道我 我听了不知道 这什么节目 这不能怪我啊 进朱者吃 进末者喝 进末者黑 你看看当年 这个李纯恩 张坚廷 这是最早的 两个嘉宾 我说 我有个朋友在家里 他洗澡呢 就跟女儿一起 在浴缸里边 大家洗澡 他说开始就觉得 挺温馨的 跟日本人一样嘛 好了 结果呢 他洗洗澡 洗洗澡呢 那孩子突然 一把就揪住他 那个 就当当 这么拉两下 把他吓着了 然后从此 不敢再跟女儿 一起洗澡了 那我一说这个呢 就大家哈哈大笑 也就没有完美 就过去了 结果观众反应 特别好 我的存在呢 因为当时 我的那个普通话 还是 现在好了一点点 当时 非常差 那么 讲话的时候呢 发音不准 那么就 引起很多笑话 那个香港的 明星 明星球队 上去 开始就觉得 张建廷普通话 还不错 平时 结果一上节目 就觉得 哎呀 他真是太有香港特色了 哦 你还觉得 粉电话侠 把他关掉了 这个要罚款的 其实那个时候 还真不是 故意说黄段子 但是没有 故意说黄段子 文涛也把 我跟张建廷 扫黄给扫出去了 是那个时候 我觉得有一个 有一个环境的气氛 很特别 就你刚才讲的很对 就当年 那个时候 没有互联网 就是互联网有 跟现在完全不可相比 而且你就住在香港 对 就一群嘉宾 都是住在香港人 你是不知道 大陆的观众 看到了什么 不知道反应 是 当年呢 你还是要收读者来信 观众来信 但是人从大陆啊 寄一封 到香港这个信啊 香港算境外 那个邮票都好贵的 所以没几封观众来信 真的是没有什么 但是后来 黄段子的这种流行程度啊 是被短信给打下去了 因为到后来一度时间啊 餐桌上有人一讲黄段子啊 下面的人全都早知道了 因为这个短信 那个中移动中联通啊 他们就专门雇人 发这个巨大 一个成功的黄段子 可以有几千万的收益 他变成了一个商业操作了 我们必须承认 当时是挺集中的 去招呼在信上面 比如说他讲莱文斯基 你记不记得 我觉得头两年这个节目 莱文斯基和克林顿的名字 大概是出现最多的名字 没错没错 谁来都讲 我们基本上半年的话题 都离不得了 就离不得了 一天到晚研究他那个雪茄 什么这些玩意 而且你们还没注意 还有一个因素 包括我们的女嘉宾 也是一枝独秀 这个咱们也可以念念旧 我觉得我现在属于一点 偏成熟一点女性 那我想偏成熟一点女性 应该欣赏那种 像你这样比较 忠实可靠的 一看比较保险的男士 行 本节目到此结束 咱们俩出去吃饭 你对男人是怎么审美的 就比如说像你这样 特别强 外表很强的女性 会不会喜欢找一个 有点像我这样阴柔的那种 不会吧 她都不把我当女的 我也没把她当男的 那么正好是一对 什么呀 我记得我在一本书中 看到过一个女作家 写下一句话 她说 她说我觉得没什么时候 需要男人的 她说只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有男人帮我修灯管 换灯泡的时候 我突然